清明节很多人都会吃润饼 来看到台南有一间老字号润饼老店 平常客人就很多了 在清明廉价的第一天 排队人潮大爆满 有将近两三百人 干润排队一个多小时 就是要吃到这一味 至于在嘉义这边呢 有一家润饼皮业者 这个礼拜就要做出三万张以上的润饼皮 每天都是现擦现卖的 从早忙到晚 六个炉子火力全开 还是功不应求 整条街望过去 长长人龙沿着马路边排队 人数破百绵延一百多公尺 这些民众一大清早就来排队 都是为了这一位 润饼皮上铺满高丽菜丝 豆干肉片再撒上花生糖粉 卷好之后上锅煎一下 这间润饼老字号就位于台南国华街 平时买的人潮就多 清明廉价一到人潮更是大爆发 没等一个多小时是买不到的 那个拜拜用的 拜很多地方 还要不要一个多小时吧 民众遇上传统美味小吃 就算等到天荒地老也甘愿排队 而这个节日 手没停过的店家还有他们 南田市场里头六个炉子火力全开 家艺人的习惯 拜祖先的润饼要自己包 润饼皮更要买现做的 所以店家都像这样 现场擦润饼皮 外观必须完整 不能有破洞 厚薄度还得一致 否则客人看到了 会无法吸引人购买 清明节这一个礼拜 至少得狂擦三万张 不少顾客每年都来买 就是喜欢纯手工的饼皮 吃起来特别Q 而清明节吃润饼 也成了应景的习俗 华晨新闻黄运富刘寒生 陈金邦荣浩伟台南嘉义报道